喂 你好 中美爭霸 喂 大家好 出街那天是香港時間 12月4日 上午 有些事情真的想跟大家說 見我最近出片比較密 因為香港不斷爆發好消息 不說香港那些 肥佬黎被坐牢 許智峰走路 黃之峰全部都坐 肥佬黎還沒判坐 但不准他保釋 所以搞到我政治揭露那邊出了很多片 大家看不清楚 不好意思 不過真的需要跟大家說多一聲 提醒大家 我怕你們看政治揭露 不看中美爭霸 我再說一次 我希望幫助大家 了解一下這件事 首先這件事 我寫了一個帖子 就是說 我說12月7日可能是環球股災的徵兆 就是匯豐和恆生的證券於12月7日 開始禁止客戶用孖展買賣匯豐和恆生的股票 這些和英國有關的 極高PE市輪率的美團 就是3690 於12月7日加入恆生指數成員股 有三隻加入的 另外兩隻都比較高PE 一個叫安答 一個叫八威亞泰 兩隻都40多PE 其實就是說 泡沫性就強了 恆生指數 容易倒一些 就是可能的和音 12月5日或者6日 星期六或者星期日 歐英的貿易談判可能會宣佈破裂 亦都可能談得整 但是破裂的可能性都高 英國將在過渡期完結後 於2021年的1月1日無罪脫歐 因為現在有過渡期 特朗普以發佈 他認為有新以來最重要的演說 被傳媒懶待 特朗普是有可能動用軍隊進行大反擊 我還是不敢肯定 但是這些可能性是有的 始終 環球的股市於週五 即是12月4日收市 即是我現在普遍出街12月4日 週五收市後 可能是有突發的事件 即是無論是香港或是美國 都收市 突然間出市 大家就無法離開了 大家應該在週五收市前 無論是美國還是香港 或者大陸那些 你不算 做好準備 我有可能是會錯的 但我認為有風險意識勝過無 希望大家 我講不中 你可以說 你Q up而已 但我馬上告訴你 徵兆現象是不需要爭辯的 我猜的原因是 匯豐是一間英國的銀行 他是幾個月前 發封信給客戶 不准你 去 用孖展 去買 或者賣匯豐 恆生 即是說 可能會有一個突發的消息 然後 匯豐恆生 會倒 不想你用孖展 加大跌幅 為什麼匯豐恆生會 會有這個行動 很大的機會就是 英國和歐盟有一個談判 因為12月31日 是脫歐過渡期的最後一天 在12月10日 歐盟封會是不可以變的 一定在10日發生 所以現在呢 我相信呢 這個談判呢 現在就 聽到的消息 就說一定要 在這個weekend 12月5日或者6日 要傾妥了 行不行不行不行 這樣 我就算給他拖多幾天 可能去到星期一 7日8日 我想都不會給你呢 那個談判拖到去呢 10日一天 10日一天就是正式開會 歐盟 但是我覺得可能性不高了 可能歐盟也是一次過 Keya Cut 但是他們可能呢 大家收了很多 沽盤 任由他 星期六日談不妥 星期一一開市 B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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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這個可能性大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英國那邊可能會出事 其實根本沒有一個理由的 因為 英國和歐洲談到 他那個漁業的問題 根本就是說 歐洲的國家 歐盟的國家 要繼續漁船 進英國海域裡面去捕魚 英國就說他的海域是他的主權範圍 但是歐盟就說 你不開放你的水域給我進入呢 那我其他事情不跟你談 但是英國脫歐就說他要做一個主權國家嘛 他的水域就是他的主權範圍嘛 又是那些零為肉粹不作阿全 不為五斗米折妖害也沒什麼 國家尊嚴問題來的 明白嗎 所以這個事情是不能談的 前幾個月就談過了 歐盟呢 其實有一個叫做英國弄了一個internal market bill 就可能反悔 就會呢 撕毀去年的脫歐協議 那麼現在 愛爾蘭 和英國 北愛爾蘭和愛爾蘭之間 如果要internal market bill 要運作呢 就是要建立岩邊界 就保留北愛爾蘭和英國大北利丁島之間 不可以有一些的邊界 現在這條邊界怎麼說呢 是用一個海隔開去 還是在北愛爾蘭和愛爾蘭之間 建立一個暗邊界呢 但是在暗邊界呢 就違反了Liquid Friday Agreement Liquid Friday Agreement是1998年簽署的 因為歐盟國家貨物自由兌換 所以 就取消了邊界了 原本可能有些鐵絲網啊 有些哨站全部拆掉 北愛爾蘭島內 是很 可以說愛爾蘭島內 無論南北 都很抗拒 重建邊界 但是英國國家主權呢 就說北愛爾蘭是我的 主權始終比經濟利益大 這樣搞 當然啦 硬脫鉤之後 搞到爛了 那可能北愛爾蘭 就自己搞公投了 還要脫英 這些被迫的就有得商量了 對不對 但是如果蘇格蘭跟著搞 就不給了 你拿槍來砍我吧 你不拿槍來砍 砍下面英格蘭的話 你搞獨立公投你吃屎吧 你就試一下吧 蘇格蘭肯不肯 組織軍隊 好像愛爾蘭共和軍 組織吧 但問題是 你知蘇格蘭的人 和英格蘭的人 本身呢 大家都是 信 新教的 或者去到現在很淡薄 信不信教 有什麼所謂的那種 所以呢 和北愛爾蘭的情況不同 就是愛爾蘭呢 不知一百四幾年 還是五幾年 曾經有個大饑荒呢 那些信新教的 英國那個本土呢 就不管愛爾蘭的饑荒 那樣餓死了很多人 那個呢 是有八年的仇恨 所以呢 北愛爾蘭的人呢 就 他統一不到北愛呢 他們呢 會發瘋 真是組織軍隊 炸你英國人 我信天主教 炸你新教 也都是因為 百幾年前 這個饑荒建立的仇恨 但是蘇格蘭呢 和英格蘭呢 沒有這麼大的仇恨 所以英格蘭呢 不讓你搞獨立公投很正常 我這些鋪陳了 現在的股市呢 搞到英鎊這麼高呢 真的可以 這個weekend突然爆爆呢 真的嚇死你了 所以 我不代表我一定準 是不是 我響了 雖然我影響力很低 因為我影響力低 仍然這個weekend有機會爆 如果我很厲害 真是大哥 世界知名 我這樣說完 全世界都避 那可能就不爆 問題就是 我的力量很弱 所以呢 大部分的人都聽不到我的訊息 爆的可能性仍然是很高的 大家小心 在這個位置 既然爆炸的位置 設定在12月7日 特朗普會怎樣呢 我不敢說特朗普一定做什麼 但是在我的分析裡面 特朗普和拜登之間 特朗普是很敵對的 全盤否定奧巴馬的所有政策 拆到只剩下一樣東西沒有拆 就是奧巴馬care 因為有很多法律情緒 擋住 還沒有拆到 我只是說回事實 現在呢 拜登再上台 會不會把特朗普的政策 完全改變呢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中國的角度 中國的角度 就覺得拜登贏得比較好 俄羅斯和以色列 還沒有去慶賀拜登當選 情況是這樣 因為拜登一上台 美國要有理由控制歐洲 一定要針對俄羅斯 說到俄羅斯快要侵略西歐這樣 保留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存在 說回政治現實是這樣 所以傳統的策略一定是針對俄羅斯 但特朗普就是反其獨而行 他跟俄羅斯之間沒有那麼大的張力 他的針對點全部去了中國 其實在地緣上 跟中國是沒有矛盾的 這是說回事實 因為中國跟歐洲太遠 美國覺得自己是歐洲的民主 一定要保留俄羅斯是敵人 如果大問題是你說要吹 中國是敵人 那你怎麼綁著歐洲跟著美國呢 對不對 但是另一方面 特朗普為什麼這麼針對中國 因為中國的經濟實力太厲害 就是說他的基建 他的超高壓電力輸送系統 他可以輸送很多電 那個能源浪費的程度 都不會浪費很多 如果舊一些系統 那些輸電系統 很容易輸送的時候 不見了很多 中國這些東西 真的叫做世界上先好 在首位一旨先中的地步 所以其實他有很多物流 譬如說高鐵那些做得很好 譬如說舉例 中國用了這七十一年多的時間 去建立這個工業系統 中國經過這七十幾年的發展工業 其實工業整體的供應鏈 可以說是在中國境內 進入一個大圓滿的境地 然後就算有些低端產能 搬去越南也好 搬去東南亞國家也好 仍然都是在東亞區變成 生產最高效率 成本最低的地方 如果你搬去其他國家 可能人工便宜 但是基建不行 又或者供應鏈殘缺不存 運輸如果很遠距離就貴了 中國已經密集在東亞區 現在中國的吸力的磁場 已經吸著日本和南韓 王毅就去訪問了 現在這個大勢來說 民主黨這些 猶太人這些 國際性的銀行家 他會認為美國死不關我的事 哪裡便宜我去哪裡 其實特朗普 他就會說 我是美國本土的人 美國現在沒有工業了 五六七箱 還有一點點高科技 但是中國現在正在追著 現在特朗普要反過來 重建一個完整的工業鏈 他用什麼方法 只可以用關稅的方法 如果這一套走完之後 reversal的話 這樣走完四年又回頭 美國剩下的工業 可能都會被中國打倒 這個就是 特朗普在疫症這麼差的情況 他都有七千多萬票的原因 如果按照我說的 細說美國史那個系列 出了兩集了 將會出第三集 其實真的兩個黨 一個代表猶太人 一個代表本土的白人 大家合作 搞定蘇聯之後 大家的利益開始分 懸殊了 開始談不妥了 本來還沒去到開片 但是去到特朗普這個位 你猶太人覺得 那些生產經濟都去到大陸 有什麼所謂呢 我們猶太人 和大陸之間的關係又不是那麼差 美國死了就去大陸 有錢有誰不喜歡你 只有8人就是要保護 美國的工業那個結構 甚至重建工業 他覺得 所有工業都被中國握了 被東亞區握了 有一天一夜反牌 你美國就完蛋了 不只是看美元霸權 崩不崩潰的問題 現在美元霸權 就看上去很厲害 但是美國的工業 現在是瓦解的時候 現在美國軍工體系 很多東西都要靠中國 提供零件 那些航空母艦的維修 已經都不像樣 又沒有超高速導彈 又不夠中國 你知不知道那些超高速導彈 東方系列 對航空母艦簡直是當活棺材 你明白嗎 特朗普現在是美國一個很重要的總統 他開了一個方向 這個方向 其實本土的白人 他想不想重複 如果重複了 又浪費四年了 等特朗普2024年才贏 那個又浪費四年時間 現在就是一個很特別的時刻 南北戰爭之後 共和黨是握軍隊的 民主黨沒有什麼握 所以民主黨的方法就是 勾結CIA CIA在全球搞很多毒品貿易 可能很多裁員 就不需要靠你國家預算 但是兩股勢力很大 一股猶太人握著CIA的情報組織 另一邊 傳統白人握著軍隊 又或者CIA都有勢力的 有些 兩股勢力 猶太人 他們後發財但厲害的 控制了傳媒 而我去查一些歷史 聯儲局可能大部分的股東 就是共和黨那邊 傳統白人 兩股勢力 究竟是不是要反面 還是要忍那四年 現在歷史在一個 這個關後位 未必在這個weekend 特朗普真的去動軍隊 他投票那天是12月14日 會不會在12月14日之前 會不會有些事情我們預計不到突發 還是在這個weekend 出手呢 反正 英國那邊都天下大亂了 不如我趁機出手 博戀 所以這些事情 我不是說 特朗普很大機會這樣做 但是 會這樣做的可能性也不低 我說過了 特朗普要靠法律翻盤 就只有1%的可能性 但是現在不說法律呢 就真的是一個概念 他一年之間而已 我真的不是在裡面 我怎麼知道他們最後怎麼做呢 但是如果真的出手呢 講手呢 好像南北戰爭一樣 動手了 這樣就好玩了 中國如果要統一台灣都可能會提早 聖誕前就動手了 所以大家等吧 可能是沒有事情發生的 我吹水也不一定的 沒有的啦 我都說了我沒有內線料的嘛 我分析出來的嘛 對不對 很多事情都是一念之間的嘛 我們等結果吧